歡迎來到 NFC Touch 透過這條影片,我們會教你使用Touchness智能卡片 幫你建立一個更好的第一印象 同時避免使用卡片時發生尷尬的情況 Touchness卡片有別於傳統卡片 現在只需要一張卡片便可以走天下 看完這條影片,相信你便可以展開新的派卡片體驗 開始前,為了方便各位觀看可以參考這個目錄 我們使用NFC來交換聯絡方式 所以第一步需要確認對方的手機有沒有NFC功能和有沒有開啟 根據不同型號的手機都會有大大小小的分別 例如iPhone,在XX或以上的手機只需要解鎖電話便可以用 而X以下的手機便需要打開NFC功能 要留意iPhone7以上的型號才有NFC功能 Android用戶亦需要自行打開NFC功能 從螢幕頂端向下滑動 在通知版面找NFC圖示並打開 如果未將NFC加入捷徑的話 iPhone用戶可以在設定控制中心打開 而Android用戶可以在設定中搜尋NFC並打開 第二步,確認打開NFC後 我們需要知道NFC感應卡片的位置 iPhone的感應位置在頂部近鏡頭 注意iPhone一定要有上網功能才可以使用NFC 而Android便跟機種而定 有些在頂部,中間或底部 所以卡片上設置了提示燈效 完成以上的步驟,現在便可以使用卡片了 將卡片拍到對方的手機 留意卡片上的燈有沒有著 有著就代表連接成功 相反沒有著就代表連接失敗 失敗時可以嘗試以下方法 1.檢查有沒有開啟NFC 2.拍在正確的位置上 Android用戶可以嘗試不同位置 觀察提示燈有沒有著 3.iPhone用戶是否處於上網的狀態 如果不是,瀏覽器打開後 會顯示沒有連接網絡的文字提醒 用戶可以在設定中心打開WiFi頁面 連接WiFi或開啟數據 4.金屬或液體會影響NFC連接 所以應該盡量遠離金屬表面 特別留意手機是否在用金屬鍵的手機殼 現在會為大家展示一次完整的使用過程 iPhone用戶 將卡片拍於頂部位置 並觀察提示燈有沒有著 打開彈出的提示通知 畫面會顯示聯絡人資訊 向下滑動按 建立新聯絡人 然後按 完成 打開聯絡簿檢查有沒有聯絡人 Android用戶 將卡片拍於適當位置 並觀察提示燈有沒有著 受機會下載聯絡人資訊 檔案名為DOT VCF 打開檔案選擇需要建立聯絡人的帳戶 然後匯入聯絡人 在通訊目內檢查有沒有聯絡人 由於Android系統五花八門 所以每部電話的使用形式都會不一樣 以上只是其中一種 我們的智能卡片除了提供NFC拍卡功能之外 也有提供QR Code 主要針對沒有NFC功能的手機 以及不想使用NFC功能的人而設 這個方法只需要將QR Code展示給對方掃描 就可以儲存你的聯絡資料 但也要留意對方的手機有沒有掃描功能 對於一些型號較舊的手機 或需要下載掃描用的應用程式 那怎樣才能找到QR Code 我們有兩個方法 一 儲存於主畫面 首先需要根據以上的步驟 打開自己的電子卡片 找到eProfile的網址進入 iPhone在選單列表按分享 Android按更多 然後將它加至主畫面畫 新增至主螢幕 網頁就會儲存在主畫面 每次使用的時候 只需要在主畫面找出來 2. 儲存為圖片 打開eProfile的網址進入 在左側目錄欄找出Get in touch 即由上向下數第三個 使用螢幕截圖功能 將QR Code儲存為圖片 可以在相簿中開啟查看 無論是Android或iPhone都適用這個方法 可以作為NFC智能卡片的後備方案 最後我們有五個小提示 可以令你在短短幾秒之間 運用我們的智能卡片 令對方留下深刻印象 希望可以幫你在各種商業場合 更容易得到對方的信任 與他們拉近距離 1. 儲存隨身攜帶你的卡片 當客戶想問你拿聯絡方式 或者你想派卡片的時候 才發現留下了 事情就會變得非常尷尬 如果你們選擇了我們的智能卡片 這樣就可以避免這些情況發生 因為你只需要帶一張卡片就可以了 我們建議你把卡片放在銀包 或者卡片盒中 另外我們也希望你把QR Code儲存於手機 即使忘記了帶卡片 也可以提供聯絡資訊 2. 小心保管卡片 智能卡片不單代表公司和你的形象 也幫你把自己的聯絡資訊給對方 如果卡片內的天線和芯片 長時間保存在潮濕和高溫的環境下 有機會不能正常使用 所以請你盡量把它保存在乾爽和溫室的位置 例如銀包和卡片盒 3. 確保你在拍卡的過程中 能看到卡片上的指示燈 由於你在交換資料的過程中 需要留意卡片上的指示燈 一旦NFC連接失敗 提示燈沒有亮到 你都可以及時解決 4. 跟客戶或陌生人見面的時候 不要急著把卡片給人 應該選擇一個適當的時候 讓兩邊都熟悉對方 例如當對方對智能卡片有興趣的時候 你可以問他們要不要試試交換聯絡資料 拉近與對方的距離 亦可以給他們一個熱身的時間 5. 記得要讓對方知道你給了什麼資料他們 卡片內包含了很多資料 例如你的社交媒體、公司網址 可以逐一跟他們講解 減低他們對智能卡片的擔憂 然後你可以用一些簡單的句子 去繼續話題 例如跟他講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話 歡迎隨時聯絡我 或者瀏覽我們公司的網址 這樣會令對方覺得你更可靠 提升他們對你的形象 最後多謝大家的細心觀看 相信你們已經學會了使用 NFC Touch的智能卡片 現在請你慢慢享受Touchiness卡片 帶給你的全新體驗